從華為P40系列推出以後,大家都把目光轉向了它們 雖然推出了三款機型,分別是華為P40、P40 Pro和P40 Pro Plus 但到我們無法拿到增機的情況下 是有必要深刻了解一下 該產品在今年帶來的哪些不一樣的變化 下面我們來快速了解一下 華為P40系列發布後,很多用戶在第一時間想瞭解它所用的那塊屏幕 和三星比又會怎麼樣 在發布會上瞭解到 P40配備一塊6.1英寸的OLED材質的1080P分辨率屏幕 它使用平面屏,而擁有四曲面的P40 Pro和P40 Pro Plus 它們也使用為OLED屏幕 屏幕尺寸為6.6英寸,但支持90Hz的屏幕刷新率 分辨率為2640x1220 既然全系都使用了OLED屏幕 那麼誰是該面板的供應商? 來自屏幕製造商京東方公司首席表示 京東方為P40系列提供了顯示屏 其中P40 Pro和P40 Pro Plus的弧性面板所取得成功 是讓人感到非常自豪的 並且它們的各種傳感器也塞進了屏幕打孔中 P40 Pro系列裡具有兩個上映桶 一個是3200像素的自拍鏡頭 另一個是紅外生物識別傳感器 京東方對於它們的OLED屏幕 還聲稱它是僅次於三星在全球第二大AMOLED屏幕供應商 但對中國市場上 它的份額更是達到了今年的86.7% 同時京東方在早前還為更多品牌手機有提供過屏幕面板 例如可折疊的華為Mate XS、摩托羅拉、Vizzer、Oppo Reno3 Pro 甚至是LG V60 華為P40 Pro Plus是華為P40裡最頂級的產品 並且在鏡頭方面也相交且則有巨大的變化 P40 Pro Plus機型使用焦距為240毫米的潛望次鏡頭 幾乎是P40 Pro 125毫米鏡頭的兩倍 它由800萬圖像傳感器提供支持 並具有OS功能 這是華為手機迄今為止用上的最長焦距變焦鏡頭 這得益於華為的精心設計 才最終實現了支持100倍數碼變焦和10倍光學變焦 另外,華為P40 Pro Plus還有一個額外遠攝鏡頭80毫米 可以彌補極端遠攝鏡頭和普通相機之間的差距 這位用戶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並允許你在不同的距離拍攝高質量的照片 當然了,P40 Pro在鏡頭其餘部分保持不便 和前兩者產品一樣 包括最大的圖像傳感器 具有RYYB濾鏡和百分之百相位解測覆蓋率的1.28分之1英寸的傳感器 同時它具有5000萬的像素 在機身正面還擁有一顆3200萬像素的超廣角自拍鏡頭 和紅味射翁傳感器 以及背部的3DTOF鏡頭 華為P40 Pro Plus是一款實現了40W無線充電功率的手機 並且擁有4200mAh的電池 當然了,有線充電功率也為40W 同時也提供反向無線充電功能支持 這款手機還適用了與該系列裡相同的 芯990 5G芯片和8GB的用充 雖然機身存儲也增加了 但僅有唯一的選擇是512GB 與此同時,華為還對P40 Pro Plus的外殼進行了升級 該外殼有耐用的陶瓷製程 與藍寶石一樣接任 據描述,它在製造過程中需要整整5天才能成型 並用特殊的切割工藝加工 以實現了設計中的一些較緊的曲線 它有黑色和白色兩種配色 並且防水級別也達到了AP68G 最後,今年華為還為用戶推出了遊戲手機殼 具體的說是對手機殼增加了藍牙功能以及物理按鈕 這其是為華為P40 Pro系列玩遊戲時設計的手機殼 當用戶在橫屏玩遊戲時 在手機殼上方兩側有增加了按鈕 事實上是可以通過藍牙連接 一旦將手機放在上面,你就會看到藍牙連接提示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